中央社亚利桑那哈瓦苏福城24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陆克空军基地卢克埃尔福尔克 B-8司官员表示,一架隶属第56战斗机联队的F-16斯战机试图降落民用机场时坠毁 官员表示,飞行员及时从机舱弹射,送医治疗之后已经在今天下午出院 基地官员说,这架军机在转飞哈瓦苏湖城莱克阿瓦苏和希特Y机场时,正从事训练飞行 由于降落时滑出跑道,飞行员弹射逃生 至于飞机为何转飞另一机场,军方人员毕格姆詹纳比厄姆表示,无法提供资讯 陆克空军基地位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的格伦代尔格伦代尔 哈瓦苏湖城莱在基地西北方216公里处 译者,林洪汉,何稿,张佑之1070425